人间的友谊建立在两种基础上 一种是思想,一种是物质 相同的理念,相同的理想,相同的思维和境界 会让你们走在一起 那是一种精神上的快乐和感受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一旦在思想上失去了基础 等于精神上的支柱倒塌 剩下来的就是物质 师父还说,如果物质不能满足对方的欲望 那么人间的友情就会像强倒般地崩塌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到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卢台长 我想分享一件事 我一直无法找到托儿所 所以一直求菩萨让我找到 后来我做梦,我会找到两间 果然真的有两间托儿所有位子 但因为地点有点远 所以我又求菩萨让我找到靠近我家的 这一次又灵验,又靠近我家 打给我说有位子 但因为这间托儿所的教学只有娱乐没有教学 所以我就选另一间教远但有教学的托儿所 心灵法门真实不虚 感恩师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到 尊敬的卢台长及各位同修 大家好 我从小就体弱多病 时不时会患上感冒 最近又犯咳嗽 白天还好 可是到了晚上 无论多困也会不停地咳 试过连续一个多月 都咳嗽不能入睡 白天上班也无精打采 这次我在临睡前 想到求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妈妈保佑 我可以一觉到天亮 以便可以早点起身念经 然后就在床边念了三遍大悲咒 第二天才发现 真的是一夜都没被咳嗽干扰我的睡眠 感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到 我迫不及待地向各位分享一件 今天发生的殊胜之事 我给国内的好朋友寄去一个包裹 里面有衣服、化妆品、巧克力、咖啡等 日本各种东西 朋友因为上班 让快递公司放到了小区的一个小卖部 结果傍晚他去时 包裹被人顺手牵羊拿走了 朋友很难过 当晚就报警了 检测器看不清 今天又托朋友找人希望找到那个人 早上我在刷牙时突然想 我求观世音菩萨吧 让拿走东西的人自己送回来 我出门做完四十九遍大悲咒功课后 就念准题神咒 我还为对方念了三遍心经 结果刚才朋友联系我 那个人送来了 感恩伟大的观世音菩萨 有求必应 真实不虚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童秀分享道 尊敬的东方台秘书处您好 我分享一些关于放生的体会 从前我放生都会给孩子也放一些 然后以孩子的名义齐请 他好像也没有明显的感应 上一次孩子九岁生日 我试着和孩子商量 他自己出钱救鱼生命 孩子很爽快地答应 用零花钱放生六十条鱼 我也按照师父的要求 为他烧了二十一张小房子 没想到第二天早上 孩子就说梦见洗澡 法喜充满 看来放生自己发心 自己出钱 真的很重要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各位师兄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不让师兄们背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有一个短故事 告诉大家 这个信心对人是多么的重要 在古诗后有一位将军 他接到皇上的命令 要出门去远征 将军很担心 因为这是一次重任 他怕自己打不了胜仗 将军的父亲 拿出来一个葫芦 对孩子说 孩子啊 不用担心啊 我的孩子啊 这个葫芦里装的是必胜的宝物啊 只要你带着它 宝物会帮你打胜每一仗的 将军接过葫芦那一刻 马上升起了信心 百倍 觉得自己这次一定能打胜仗 然后他把葫芦挂在腰间 率领着队伍出发 古时候部队出发 都要击鼓名号 浩浩荡荡出发了 然后呢 他呢 一边骑着马 一边把葫芦挂在腰间 然后呢 他爸爸在最后还跟着他叫呢 儿子啊 你千万不能打开葫芦啊 后面传来父亲的关照 知道了 父亲 将军啊 摸一摸腰间的葫芦 信心百倍 真的一路索向披靡 势不可挡 每一仗都打得非常的漂亮 将军爱惜他的葫芦 连睡觉都放在他的枕头边上 由于将军老是打胜仗 他的名字早就让敌人害怕 休息的时候 他心想 葫芦里到底是什么宝物啊 所以过去有一句话叫 你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他想看一看 真的这么灵吗 将军很好奇 打开了葫芦的盖子 砰 砰 从葫芦里倒出来的 并不是什么宝物 而是一小堆普通的沙子 什么 原来我没有什么宝物啊 将军大大地吃了一斤 马上觉得心里没了底气 没有宝物 我怎么打胜仗啊 将军担心起来心里很乱 没想到天没亮 敌人就发起了进攻 将军心神不定的 指挥着队伍 生怕自己会吃败仗 结果这一仗 将军大败 接下来将军又连连的失败 溃不成军的 逃回了城里 但将军逃回家里的时候 他父亲对他说 儿子啊 世界上本没有什么宝物 我给你的只是一种自信 可是当你连自己你都不能相信的时候 你怎么能不失败啊 学佛人要明白 我们学佛人心中的宝物 那是什么 菩萨呀 所以将菩萨放在你的心中 你的心中就有佛的道场 有佛的道场 就会增加你信心和力量 所以不管什么人 不管做什么事情 首先要有信心 有了信心 心中要定一个大目标 救度众生 只有有愿力 才能圆成佛道 真正的自信 那是行为 只要相信 你就会有愿力 你的行为 一定会让你在生活当中 一帆风顺 修行一门精进 学佛一世 修成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化解烦恼调心性 消除业障 佛相应 了结业债 除恶境 文法自明 见本性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 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